刚刚看到有花有问 213期里头换盆的蝴蝶兰现在怎么样了 视频里的两盆就是现在的17号和39号 当然那会儿还没有给编号 编号是最近才刚刚给的 好在这两颗都是大型花 还比较好找因为我大型花少 213期里换盆的就是眼前的这两颗 右边这颗自从在213期里头换过盆之后 到现在都没有换过盆 这个盆可能您还认识 其中那个蓝色的吸管也还在 只是在表面加了一些桃粒 因为它越长越偏 开着花我也不好动它 有两只花 一只是老花梗续花 一只是新长的花芽长的花 目前已经开了13朵花 还有一个花苞没开 这颗花非常大 放到这儿跟个小树似的 叶片大部分都很好 有一个折了一下 还有一片背面长了一些黑斑 但是看上去不是很要紧 所以也没有捡 等花后再说吧 213期里头简短的花梗 生的那一截已经是黄的了 在213期里出现的另外一颗 我猜应该是这颗 这颗因为中间又换过盆 没办法从盆上做辨认了 只能从这颗也是很大型 而且是早期的一颗来确定 它的叶片也很大 但是有病变 所以剪掉了一部分 即便叶子被剪掉了一些 它的花也还行 也是有14朵 它有两只续花 和一只新花芽长成的花 至于213期里剪下来的老花梗 放到千叉瓶里那些 实在就很难辨认了 这是千叉瓶今天的样子 如果您查看早期的视频 想知道它后续 也就现在怎么样了 这会儿倒是很好的时间点 11月份 大部分的花都开着 比较好找 所以如果您想问 抓紧时间问 回头等花谢了 我也搞不清哪颗是哪颗了